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在每一年年底会铺垫 能够让你了解明年你该如何布局跟投资 所以每一年年底我都会有一个定调 让你知道下一年的经济趋势是怎么样 我们来谈谈的就是2023年全球经济趋势的布局跟投资 我们来看第一张图 这张图是过去六年图 整个chart非常的明显 每一年年底我都会讲到下一年的趋势 今年是一个经济的转型年 转得并不好 往下 那明年是一个什么年呢 明年是一个重整年 回顾过去六年 非常的明显 2018年换党 换党经济换得不好 2019年拐点拐下去了 之后的两年都是撒钱年 然后到今年 你必须转型 因为疫情之后 必须转型 你不转型 你的盈余没办法提升 因而明年是一个重整 有的公司上来 有的公司可能就转型不成功 明年的盈余没办法扩大 因而没办法符合华尔街的需求 明年的重整 有的公司就下去了 所以明年要很小心的 能够拣选你要投资的股票 整个的市场会很chubby 所以你挑选股票 明年的重整经济 必须小心而谨慎 回顾过去两年 明显的看到 2022年今年 整个的股票回到2020年的第一季 所以打回言行 从1月2号一直直直落 落到现在 打横的机会都没有 这个打横叫consolidation 就是重整 重整是为了再大涨 所以没有重整 就没有涨 就好像你要跳起来 一定要先蹲下 所以今年既然是转型 而且转型的并不是非常漂亮 明年的重整是在必行 要先打横再往上 所以明年股票市场一定是 the market in consolidation 经济也是一样 是一个economy in consolidation 我们来看看第一论述 明年的股票市场是先市场再经济 我再讲一次 在上两集我也特别讲到这个概念 是从2022年今年所pick up来的 观察来的 整个的股票市场跟经济的互动 你来看看这张图 今年2022年就是一个先市场后经济的一个典型的一年 什么叫做先市场 股票市场通常跑在经济前面的六个月到八 九个月 就是半年到一年当中 股票会先跑 当第一季的时候 你看到通胀 经济大好 但是已经开始加息 市场开始调整 但经济好 市场跑在经济面前 到第二季的时候 再继续大重跌 重跌25个percent以上 NASDAB 所以你见三四三 看到的好像是通胀 但是市场已经跑掉了 跑了第二季6月30号 市场已经跌掉了35个percent NASDAB 经济还是很热 对吗 你如果想一想 到第三季的时候 特别到第四季就非常的明朗了 对不对 经济已经不行了 开始累奥 这是已经从第一季到第四季 已经跑掉了两季到三季了 所以今年的股票市场是市场先跑 跑在什么 经济的面前 经济过热 一季二季到三季开始放缓 第四季比较明显 第一季的股票大跌到第四季的经济显露出来 已经跑掉了三季了 所以非常的明显 今年如此 那明年呢 也是一样 明年也是一样 明年当经济一直不好的时候 股票已经要开始好了 所以可能在二季的时候 美国政府公告 2022年进度衰退的时候 事实上股票已经consolidation要上来了 所以你必须心里有准备 当你明年一季第二波layoff的时候 股票已经快重整完毕了 所以你必须有心理准备 第一个 明年一定要现市场 坚持这三个低的投资 分散风险 对吗 买股票 买各个sector 领头羊 有sector 有股息的股票 自律的投资 然后呢 你要避免这三个现象 投机 不要timing 不要churning 也不要贷款margin太多 避免你进入很多的难处 我讲过了 明年第一季还在consolidation 当时你可能在明年第一季第二季 经济非常糟糕 市场开始在打横 很choppy 所以不要margin太多 进一步 后经济 什么叫后经济呢 经济明年第一季第二季 会到最糟糕的地步 所以谨慎小心 不平安不满 道听途说不满 还有不知道的股票 不了解它怎么赚钱的 也不要买 然后选股不选市头 手上在市场调整 你有现金很重要 你记不记得今年年初 我说cash is queen 但是今年年底的时候 我让你知道 cash is king 到明年初的时候 你更加了解 有现金多么的重要 然后呢 你要买一些dividend stock 然后要参与市场 总结 我让你知道 先土为快 市场是先跑在经济的前面 半年到一年 所以你必须在明年 有这种心理准备 市场会先跑 然后呢 经济不好的消息 一波一波的来 到经济最不好的高潮的时候 股票已经快重整完毕了 第二个部分 今年是积极的放阴升息 明年呢 是慢慢的放割 然后放缓的升息 还要看形形升息 因为明年进入衰退 升息步调 可能放缓 我们来看看第一张图 12月联储局 可能两码 明年一季再涨一码 这是整个华尔街 到目前为止的 市场平安的共识 所以意思就是说 今年积极升息 3个percent 12码 年底以前再加两码 14码 明年一月份 一码开始 慢慢的看情形 然后做决定 到经济非常糟糕的时候 可能就更慢 更慢 但是不会放弃 对抗通胀 然后呢 进一步 让你知道 每一次利息倒挂的时候 接踵而来的 就是这阴影的部分 就是进入衰退 二战以来 二战以来 七次利息倒挂 七次就进入衰退 今年是第八次了 今年的第一季 一直到第四季 利息倒挂越来越严重 所以明年2023年 你跟我 必须心里有非常适当的准备 利息的倒挂 持续到明年2023年 预警你跟我 市场的经济 会进入recession 这个没有办法 整个的统计的数据 让我们知道 我们必须准备进入经济衰退 这张图更是明显的看到 今年升三个不剩十二码 是过去二战以来 升息最陡的一次 所以你跟我受不了 企业行号都没办法承受 是非常有原因 因为升息非常非常的快 如同前两集所说 我们遇到的是非典型通胀 所以这一次就用 非典型的升息速度 非常的抖 所以明年你跟我 必须心里有非常强烈的准备 所以第二部分的论调 就是让你知道 今年的利息倒挂 从年初一季 一直到现在 利息倒挂得很严重 主播我进入摄影棚 十年债券是3.4% 你知道一个月的 美国国库债券多少 3.8% 一个月比十年的利息还高 这是非常非常不寻常 也非常诡异的 预警你跟我 现在美国投资大众 对前景不明朗 握越短的利息越好 因而越短的利息 大家你跟我抢着买 因而利息能够越来越高 然后明年 可能你跟我心里准备 进入衰退 但是当美国政府 公告进入衰退的时候 整个的市场 就consoliday 重整完毕 就要慢慢地往上了 希望我在上半场 讲到明年 2023年的经济趋势 先市场 后经济 你能够了解 能够进一步布局你 2023年 我们休息一下 我是Howard Chen 认诚好好好老师 欢迎回来 上半场 我讲到2023年 是什么样一个市场 这个市场 股票市场就是 市场跑在经济的前面 如同今年2022年一样 所以你必须先心里有准备 先市场后经济 接着我要来谈谈 第三部分的论述 这个论述就是从意乱情迷的过去两年 到腾龙患鸟的明年 先讲一下什么叫腾龙患鸟 腾龙患鸟是中国国内对经济重整 然后升级 不仅是mentality升级 不仅是工业升级 而且是个体户 企业体赚钱盈余的扩大 科技的翻新 整理整个公司的管理盈余 让它持续升息扩大 这点非常重要 特别500大公司 在经济不好的时候 必须提升你的生产力 特别利息加得这么快 如果你的盈余 无法胜过多过今年加息的3%12码的时候 股票就会中跌 所以你非常的明显 进入明年 一定要腾龙患鸟 升级赚钱的你的本事 我们来看看第一张图 明年是2023年 对于百年疫情 意乱情迷 过去两年乱象的腾龙患鸟 我们都过了 过去两年半 撒钱也少了 对吗 企业的乱象都有 都过了 明年要非常严谨的 对每一家公司盈余 做最严格的检视 所以这个意乱情迷 是必须经过 所以你必须在明年2023年的时候 对每一家公司一定要检视 所以这次重整的原因 就是过去两年半 所有乱象的原因 第一个当然是疫情 而且还可能明年持续的有 第二宅行情 大家都lock down在家 包括最晚放出外面 解除口令照的可能是中国 中国到明年中间年尾 才全面开放 所以待在家里 做生意 创造盈余 很多公司过去两年 都混过去了 对吗 但是明年不能混过去 不能混不过去的 不好的公司就dust掉了 好的公司 而且还要胜过3%4% 升息的速度 所以宅行情是乱象 然后第三 钱的行情 过去两年 过去两年钱洒的太多了 所以美国必须把钱收回来 所以整个的波动是百年波动 这个百年波动 必须在明年做了结 必须要做一个总结 因而每一家公司才有可能进一步 扩大盈余 对吗 make sense 所以意乱情迷的过去两年 到明年 整个鸟绒 更新 重整 腾龙换鸟 必须做一个检验 所以明年有什么重整呢 我们来看看 明年第一个乱象的重整 就是 所有供需不协调的重整 我们来看看 过去两年半 有什么重 不协调的现象 明年必须做了结 第一 撒钱 持续的能够将现金收回来 我已经讲了 今年年初 cash is queen 现在cash is king 现在拿cash多难呢 如果你有一点现金 可能感谢上帝 你听了我们的节目 保留20 30% cash 很好 但你要注意 现在很多企业体 家庭 缺少现金 为什么我会知道 你看看这次的 sansgiving shopping 美国用credit card贷款的 是过去二战以来 用credit card最高负债的 一年 5兆美元 所以你跟我刷卡的能力 越来越降低 明年 必须对撒钱 有重整 第二 利息也有重整 加了这么快 明年还能这个速度吗 当然不行了 对吗 当然不行了 也必须 从今年的快快 加息放英 到明年 慢慢的放鸽子了 第三 次次的重整 美国过去两年 将近10兆到17兆 一直这样撒 次次这么多 可以持续下去吗 当然不可以 慢慢的 有可能会加富人税 慢慢的 有可能调整 你跟我的 living trust里面的遗产税 第四 GDP也要重整 对吗 GDP每一个国家 都要重整 在欧洲 欧盟体 如果有1%的GDP 就不错了 日本 也是一样 所以 全世界都在调整 包括中国 今年的保五 五个percent 保不到了 有3.5就不错了 明年可能 就有4个percent 所以每一个公司 每一个国家 都必须经历 GDP的重整 第五 供需的重新重整 供应链 今年乱象 对吗 生产链 也是一样 包括 这礼拜 台积电在 Orizona的 开始生产 开幕典礼 都是表明 在供需方面 必须重新调整 所以你可以看到 2023年 必须对这五大项 全部重新调整 你不调整 明年的经济 无法向前行 我们企业体五百大 无法将盈余提升扩大 进一步 明年 非常的明显 各个国家 会有一个大政府 你看欧洲的选取 你看全世界 或者亚洲的选举 欧洲的选举是比较明显 极右派的 拿到了政权 或者在南美洲 也有极左派的 拿到政权 这种都是大政府 对不对 在一个特别的环境当中 大政府资源比较少的时候 必须强而有力 执行很多的事情 所以这些乱象 必须一个一个解决 2022年的游鱼游戏 到明年 一样会持续演下去 贷款的国家 对不对 明年国家也撑不下去的 会很多 股票造草 第一季第二季要小心 竞争的趋势 贫富的差距 明年会持续扩大 共存 赌博的心理 所以你跟我 必须心里有准备 起码第一季第二季上半年 还是持续的演下去 游鱼游戏 我刚才讲了 明年是一个大政府 持续重整的一年 大政府可以有基建计划 resource比较少 你看我们美国 抗通膨的基建法案 已经通过了 所以让欧洲非常不安 让阿西亚也非常不安 因为我们必须对抗通膨 提高我们自己的国家的产业 经济也是一样 我们持续加息 财政加税 赤字必须调整 不能够持续的往上 第四 政府会干预的 所以为什么民主党 这次的其中大选 还是选得不错 还是对民主党 这种大政府 持续干预的 加以indorse 第五科技产业的政策 台积电已经在Horizona开幕 这些在在都明显的看到 这五个主题都是大政府的主题 美国如此 中国如此 欧洲都是一样 法国 德国 政府 必须做一些事情 然后全球既竞争 又彼此合作的重整 虽然可能两个系统 但是这种两个系统 必须重整 全球的贸易 货币的政策 气候的变迁 既合作又竞争 生产链 供应链 还有交通链 必须互相的重整 接着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 全球到2023年 虽然喊竞争 虽然喊脱钩 但经由两年半之后 明年2023年 应该是又竞争又脱钩 很难脱钩的 并不容易 并不容易脱钩 光是石油就很难脱钩了 所以明年是一个既重又横 彼此合作的一个关系 明年你必须心里有准备 市场跑在经济的前面 明年你必须准备 我们的政府越来越干预 我们的面面向象 所以你投资的脚步 必须有聪明 有智慧 所以我用一节圣经 能够帮助你 这节圣经是诗篇127篇第一节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就往然劳力 若不是耶和华 看守城市 看守的人就往然醒醒 请注意 明年非常挑战 只有在上帝的面前 借着爱子耶稣基督 求靠为我们建造 建造你的事业跟你的投资 求靠上帝看守 看守你的投资跟你的事业 也求靠上帝 祝福你有聪明智慧 能够祝福 看守你跟天父 美好的关系 保护祝福你的投资 愿意明年虽然挑战 但是因着你的谦卑 仰望主耶稣基督 因而你有平安 有聪明 有智慧 持续地推着你 往前走 再次地谢谢你 能够对2023年保有信心 能够布局你的投资 Howard Chen 陈上豪 郝老师 财经趋势 我们 下次见 关注财经趋势 请按下下面订阅按钮 你如果要看更多的财经节目 请点击旁边的节目 赞助我们公益的优势电台 请上 uchannel tv.us